好 ok 那已经八点了 已经八点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课程 那么还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是跟我们上节课一样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这个直播的话呢 都是以这个题目为主 好吧 以题目为主 因为呢之前的大家反应 可能有一些就是后面有一些章节 有些是尤其是这个像软件工程 是吧有些新的这个知识点 然后呢可能就是没有讲到的 就是正常的这个录播客没有讲到的 那么我们直播呢就是给大家做补充 是吧 那么这个补充的话呢 因为我们录播本身就是一套这个完整的这个知识体系 是吧 所以我们直播补充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个真题的形式 好吧 零零散散了 讲过的真题呢也给大家这个强调再重讲一遍 好吧 讲讲过的真题也重讲一遍 就是就是有些知识点 好吧我们通过真题来回顾知识点 先看真题 然后呢看完真题之后 再看这个真题相关的这个知识点 好吧 那么大家在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大部分学员应该都是有声音的 是吧就是课件声音是正常的 如果说呢中途有某个人就是发现自己这个声音课件不太正常的话 是吧 那你可以可以退出重进一下 好吧 退出重进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你我们一般推荐大家不是说你先看路波吗 对吧 路波是这个是比较详细的 那你看完路波之后呢 然后我推荐你去做我们配套这个客户洗题 是吧 客户洗题 客户洗题你做的话呢 如果说你发现正确你还可以是吧 比如说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然后呢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呢也不多 那么你就可以接着开始下一张了 是吧 如果说呢你做客户洗题的过程当中呢 哎 你发现这个正确率什么 诶正确率呢 诶 达到百分之六十 或说小于百分之六十 或说你觉得这个陌生的知识点比较多 是吧 因为我看到有人跟我们反馈 陌生知识点比较多 某某些章节 是吧 那么呢你就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然后呢把对应章节的这个直播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因为直播的话呢 我们就会重点把我们真题考到的这些点呢 全部都补充给大家好 好吧 全部都补充给大家 课计题都在群文件啊 在群文件好吧 好 所有资料是吧 所有资料这个在哪里是吧 应该找谁要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自己要多看一看好吧 多看一看群 好 那么我们废话就不多说啊 这个这节课的这个任务还是 这节课的任务还是比较多的好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首先就是操作系统它的一个考点 操作系统的考点的话呢 大家应该知道是吧 你学操作系统的话呢 反正都是那几大管理是吧 都是那几大管理 一个呢是进程管理 然后存储管理 设备管理 文件管理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作业管理 是吧 还有一个是作业管理 一共的是五大管理 只不过作业管理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考试里面呢 已经从来都不考了 是吧 可能早期的 比如说一零年之前的 一零年之前的 或者一一年之前的 你还能看到一点作业管理 等到后来的话 已经全部都删掉了 好吧 那么现在重点的话呢 操作系统 在进程管理里面呢 常考的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重点 是这个同步和互斥 pv操作 是吧 这里面呢 经常会出一些什么 就是同步和互斥的那些题目 是吧 比如说给你这种前驱图 给你代码 或者说留声图 是吧 你看一看应该填什么 那种呢 一考就是四到五分 相当于就是送分题 那种题目是我们路播客 跟大家这个重点讲的 是吧 重点讲的 然后另外呢 像进程的这个三态图 是吧 这个也是必须要掌握的 好 然后到存储管理这里面呢 主要的就是分页存储管理和分段存储管理 那么最常考的呢 就是分页 当然存储管理本身还有一个固定存储 固定存储 但那个考的很少 那么主要是分页 分页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一个页号 是吧 页内地址的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的话呢 按理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看还是有不少学员的话呢 对这个计算竟然还是还是有点听不懂 是吧 正好这节课呢 我们也会讲一下这方面的计算 然后分段的这个就不是计算了 对吧 一个越界的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习题里面都有 后面我们会看到啊 它的点心提醒 然后像设备管理里面呢 就主要是一些概念了 对吧 这些概念就不存在什么难点了 那像IO软件的层次 Spotting技术 然后呢 文件管理里面也是涉及到计算 所以这一章节计算挺多的 同步互斥的话呢 不能说是计算 对吧 但是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复杂的小算法 对吧 然后存储管理里面主要是计算 文件管理里面也主要是计算 尤其是索引文件该怎么计算 是吧 卫视图该怎么计算 好 这样的计算的可能对某些学员来说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是吧 其实计算我觉得对于大家这个技术类的考生来说呢 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可能有一些确实是零基础的 零基础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呢还是跟之前一样 好吧 但我们现在呢这个直播的话呢 大家呢肯定要赶上我们直播的进度 是吧就是你学路波 比如说我在讲这节课操作系统的时候 那么你至少呢 要把操作系统 这一个章节给学完 把它对应的课后题给做完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来听这个课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课呢 就是不太适合于零基础了 就说你什么东西都没听 你来听的话呢 可能就有点听不懂 因为我们是先讲题 通过这个题目 然后再衍生出我们这个知识点了 好吧 先讲题 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些题目啊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就是第一个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标号不用管啊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顺序来的 但是有些呢 为了保证知识点的一个综合呢 也不一定是按顺序 是吧 反正题目呢就是大差不大的 全部都讲到了 那么你可以看一看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题目的话呢 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卫视图的一个计算的一个题目 对吧 这个课件的提前发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我把这些题目的都在详细的跟大家讲一遍 好吧 我们以讲题为主 好 那么我们看到啊 经典的卫视图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里呢 就涉及到我们卫视图的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啊 卫视图是用来干嘛的 卫视图 他考察的是我们文件管理 是吧 文件管理里面 然后一个什么 一个叫空闲空间的一个管理 是吧 文件管理里面的空闲空间的管理 那么文件管理的空闲空间管理里面呢 有一种表示方法就叫卫视图 是吧 当然他还有其他表示方法 陆波跟他讲过 但那些都不重要 好吧 他主要考的是卫视图的一个计算 那么卫视图的一个表示方法 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他是用一位也就是一个比特位一个比特好吧 用一个比特来表示我们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存储块 他到底是空闲的还是不空闲的对不对 比如说啊 他可以设置如果说我们这个比特位为零的话 他就是空闲的如果为一的话就表示什么 他是不空闲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比特位正好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结果 对吧 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后面讲这个夜市管理 也要跟大家讲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M位二进制 M位二进制可以表示什么 可以表示二的M次方个数 对吧 这是一个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个常识 但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学员不知道这个东西 M位二进制可以表示二的M次方个数 对吧 这个常识 所以呢你看到如果你是一位二进制 那么呢我们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数 对吧就是零和一 所以呢这个卫视图我们用零来表示这个物理块 这个物理块是空闲的 是空闲的就可以分配给别人 如果是一的话呢就表示这个物理块 他不是空闲的对吧 所以这里你主要记住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卫视图里面用一个比特来表示一个物理块 一个比特来表示一个物理块 所以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题目 你看假设某计算机的智常是32位 该计算机文件管理系统磁盘空间管理 采用卫视图来记录磁盘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磁盘的容量是300gb 物理块的大小是4兆b 那么卫视图的大小是多少 哎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他用的是这个大币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大币是叫什么 是叫byte是字节 是吧一个字节等于什么 是等于八位也就是八个比特位 那这应该又是一个常识是吧 一个字节等于八个比特位 这个在我最开始讲课的时候 我都不讲这些东西是吧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还要仔细的跟你讲清楚 一个字节等于八个比特位 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计算机里面的常识 这个你要注意啊 所以你看这里是字节 这里是位是吧 好那么这个题目呢 整体来说这个计算题就很很简单 是吧 他问卫视图的大小是多少 那么我们知道卫视图的大小等于什么 卫视图的大小等于什么 等于物理块的数量 对不对 也不能说等于物理块的数量 就是跟物理块的数量是关联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 在卫视图里面用一个比特位来表示一个物理块 那么当我们求出有多少个物理块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我们一共有多少比特了 就是我们这个卫视图到底多大了 有多少比特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首先要求的就是 在我们整个存储空间里面有多少个物理块 多少个物理块怎么求呢 就是用我们磁盘的总容量 也就是300gb 是吧 磁盘的总容量出于什么 出于每一个物理块的大小 也就是4兆b 对不对 总容量出于每个物理块的大小 不就是我们整个物理块的个数吗 是吧 物理块的个数 好那么这个物理块的个数 这样除出来是多少呢 300除以4应该是75 是吧 75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g除以兆是多少 g除以兆是多少 这应该也是一个常识 对吧 但是我跟你讲清楚 g除以兆应该是1024 对不对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1k 1k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1024 是等于2的10次方 对不对 k是计量单位 它不是存储单位 对吧 然后呢1兆呢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1024k 是吧 是等于2的20次方 1g呢 是等于1024兆 是吧 是等于2的30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g除以兆就是什么 就是1024 所以这里就是75 成1024 但是你要注意什么 这个单位什么 单位是字节 单位是字节 对吧 那么这里你还要注意点什么 就是这个1k 这个1k 只代表是1024 它不代表到底是1024字节 还是1024比特 除非你在后面给它再加上一个存储单位 比如说你可以加这个小b 就是1024位 如果你加大b 就是1024字节 好吧 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一个是存储单位 一个是数量单位 前面呢 k造基 是单独的数量单位 后面的这个b 是存储单位 好吧 存储单位 你不要1k一出来 你就以为是1k 1k字节 好吧 主要还是看到后面带的是什么 好 那么你看这里啊 那么你看这里啊 在这里的话 我们求说啊 这个单位不是b啊 在这里的话 我们求说我们一共有75 成1024个物理块 对不对 一共有75成1024个物理块 然后呢 我们又说了 卫视图的大小是什么 一个物理块占一个比特 所以呢 我们转换成卫视图的大小就是什么 就是75乘以1024比特 对吧 这就是卫视图的大小 好 那么卫视图的大小 他这里问了一句什么 就是卫视图的大小是多少个字 你看卫视图的大小一共是这么多 多少个字呢 那么我们看一个字占32位 所以他要除以一个什么 除以一个32 对吧 正好也是32位32比特 这个单位同一了 对吧 说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卫视图的大小 占多少个字 占多少个字 对吧 这里面的这个换算本质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做技术的应该是不难的 对吧 应该是不难的 这个题目我讲的够详细了 好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可以说是一个送分的计算 送分的计算 好吧 历年呢经常考到这种题目 OK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题吗 后面的就是概念体 那么概念体讲起来就要简单一点 是吧 概念这个东西吗 你可以看看 比如说这个第三题 拿着这比如说这个这一题啊 实时操作系统中外部事件必须怎么样 外部事件必须怎么样 我们知道什么是实时操作系统 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 之前跟大家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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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题的答案是A 第三个答案算出来是A 好吧 这个你们扣后洗题应该啊 第一个答案是A好吧 然后第二题你看到外部事件必须什么 什么是实时操作系统 哎这里呢也偶尔会考到是吧 考的不多 什么是实时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一般是在嵌势里面的概念是吧 是说呢 实时操作系统它有两个特性 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是叫正确性 一个是叫什么 一个叫即时性 他强调了什么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给我返回一个结果 而且必须什么 而且必须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是吧就是你规定的时间内做了正确的事 强调两个点 你不能说你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返回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吧 所以在实时操作系统中外部事件必须什么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是吧那么规定的时间内是什么时间呢 那这里没有其他条件没有其他条件的话我们应该选什么 我们应该选D 是吧就是被控对象允许的时间 也就是说那是什么 是由对象允许的时间 我都说的是规定的时间 这个规定的时间是由谁规定的 是由被控对象来规定的吗 是吧是是被控对象是别人规定的 至于这个时间到底是多少 它肯定不是固定的是吧 它不是说一定要在CPU的时间片 一定要在机器周期一定要在哪个周期里面 这是由别人规定的好吧 就是你的程序规定的你的被控对象规定 哎你这个世界是吧 必须在哪个世界里面 好吧 这是比较好理解的吧 好然后再看下一题啊 下一题是一个微内核的题目 微内核的话呢 这个东西我在录播跟大家讲过是吧 就是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知道我们一共有这个 我们一共提出来就是两种内核的一个对比是吧 一个是单体内核 一个什么一个是微内核 是吧单体内核和微内核 好 那么你看到这个题目啊 你看这里我们没有知识点 好吧 这里我们没有知识点 因为这个知识点的话呢 应该印在你的脑海里面 好吧 我通过讲题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脑海里面回顾一下有没有这个知识点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课后最好再去翻翻课件 好吧 单体内核和微内核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通过这种讲题的方式 大家自己回顾这个知识点还好一点 对吧 不然我把知识点直接放在这里 你一看自己又没有思考了 那么这个单体内核和微内核什么意思 微内核强调的是一个微小的意思 是吧 微小就在于什么 就肯定他比单体内核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量要小一点 是吧 他的内核呢进行了精简 进行了减裁 是吧 那么单体内核呢 他的内核就比较庞大 是吧 他的占用资源就比较多 这是他们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区别 是吧 你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那么这个选择题呢 你就可以看看你能不能做 我们可以看到 A 微内核系统结构清晰 是吧 立于 哎 这里可能是可能是什么字错了 可能是怎么错 可能是什么什么字错了 他这里问的是不正确的是吧 那这个A我们先放下 然后B 微内核代码量少有良好的一致性 这是对的是吧 微内核就是就是比较比较微小吗 是吧代码量小 然后离职性比较好 因为他不没有那么庞大 微内核有良好的伸缩扩展性 这是他的优点 是吧 微内核功能代码可以相互调用性能高 哎 微内核他的什么 他的性能确实是比较高 是吧 他的后面 但是什么 但是他前面是是不是相互调用 微内核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内核比较精简 他把一些图形设备驱动 还有文件系统的这些东西呢都什么 哎 都丢出去了 都放在了我们内核之外 比如说这是内核内核的功能是吧 然后他把一些另外的功能 比如说文件系统 这些功能都放在外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的微内核想要调用这些系统的时候 什么叫跨层进行调用了 是吧 就是他内部的代码呢 就不能直接相互的进行调用了 不能直接相互的进行调用了 所以这一题你看到 D是一个明星的抽 A的话呢 讲这个微内核的结构清晰是吧 前半句至少是对的 是吧 前半句至少是对的 这是微内核和单体内核的这个概念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好吧 好 然后再往后我们看到下一个题目 下一个题目是一个前驱途的一个题目 前驱途呢 本身来说这题应该是送分给你一个题目 是吧 这题的话呢 历年的也考过好几次 是吧 也考过好几次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前驱途呢 就是一个什么 你看到 就是你看到我这个事情 是吧 而且他他这里怕你不知道啊 他给你这个定义 是吧 你看这样的话呢 就假设什么 就相当于pi must complete 是吧 就是pi必须在pj之前 是吧 pj之前开始 那么你看这个进程 然后这个进程的这个前驱途 如下图所示 是吧 那么这个前驱途可以怎么记 是吧 这个前驱途可以怎么记 其实很简单 你就看它箭头的走向 是吧 前驱途我跟大家讲过 必须什么 你看这个箭头指向它 相当于就是它有依赖 对吧 你看必须p执行完 那如果我把p执行完的话 我才能什么 我才能执行pr和p3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就是这个箭头什么 这个箭头p到p2 然后哪个是前呢 这个是前 是吧 这个必须先开始 然后这个是后 这个必须后开始 是吧 就了解这个箭头的走向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里pp2 然后呢pp3 pp4有没有啊 诶 这里要注意啊 没有pp4 没有pp4 因为p1到p4 这里没有箭头 是吧p1到p4 这里没有箭头 也没有p4p1 是吧 这里也没有箭头 好 然后pp4好像都是这个问题啊 abc都是这个问题 是吧 然后第一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p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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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3是有的 是吧p2p5p2p5是有的 p3p6p3到p6这个箭头是有的 好然后p3到p4这个箭头是有的 p4到p7这个箭头有的 p5到p6p6到p7p6到p8p7到p8 正好所有的箭头都在这里 是吧所有箭头都在这里 而且他这里abc错的什么abc错的都是一个东西 错的都是一个东西 你看这种前驱图的题目你只要搞懂一个就是什么箭头的指向 是吧他指向他所以他是先开始他是后开始是吧前驱图 或者说呢后面的这个依赖于他必须要p1先执行完p2才能执行 这个图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另外一个下面这个计算题啊下面这个计算题呢就是我们存储管理里面比较典型的计算是吧这个题目呢应该是经常考的题是吧就是夜市存储的一个计算是吧夜市存储的计算是吧 那么在讲我们夜市存储的计算之前呢那我肯定要先跟你普及一下夜市存储它的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夜市存储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夜市存储 然后这个夜市存储的话呢在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概念好吧但是这个概念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这个夜市存储我们这个有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是解法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啊 这两个题目解法是不一样的对应的是不同的两种解法大家可以认真的先听我讲解一下原理然后再看一看这两个题目的区别在哪里好吧区别在哪里它有两种不同的解法那么我们首先呢要了解一点啊是什么你看到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什么是分页存储管理 那么在讲分页存储管理之前呢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计算机最原始的是叫固定存储管理 然后扩展到分页以及分段以及断页式 对吧以及断页式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从源头开始讲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固定存储管理大家应该知道它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叫整存整取 整存整取整存整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一个程序我一个程序他运行所需要的空间是一百兆 自己那么怎么样他就会把这个程序整体的全部都移到我们的内存里面或者说呢从我们的内存里面直接给他分配一个大于等于一百兆 自节的内存给他内存给他保证他能全部运行这叫整存整取是吧但是整存整取到今天我们知道肯定是有很多的问题 存在是吧啊我们知道什么现在呢一些大型的软件包括大家现在电脑上不止运行一个软件你几十个软件一起开如果说我们每一个软件都给他整存整取是吧而且现在有些大型游戏软件你这个你要一记那个要两记是吧你几十个软件加在一起我一百兆内存都不够是吧一百兆内存 内存都不够如果按照你整存整取的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采用分页存储 分页存储呢他就不是整存整取了他是怎么样呢他首先啊把我们这个程序运行所需要的空间程序运行所需要的空间呢我们给他进行分页 给他进行分页这给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页呢我们又把它称为叫逻辑地址 就是逻辑地址是什么是我们程序运行所需的空间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内存地址 就是我们内存的地址是吧我们内存本身是有大小的 我们内存的地址呢我们也给他分 液框 分也给他分 但这个分呢就是叫物理块或者叫液框 这个液框很明显就是用来装液的 是吧用来装液的 然后内存里面的地址呢我们把它称为叫物理地址 叫物理地址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程序一页一页的装到我们内存的液框里面 因为我们把程序分为了很多液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往内存里面装 因为这个液的大小是比较小的 液的大小一般来说就是4KB的样子 4KB的样子 所以一个程序它可以分为很多个液 那么液框的大小跟液的大小是等同的 知道吗 液框的大小跟液的大小是等同的 所以一个液正好装到一个液框里面 那么因为程序分为很多个液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把部分液装到内存里面 对吧 把部分液 好 那么这里 有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液应该装到液框里面 我们肯定什么 我们肯定是想把最近要运行的这些液装到液框里面 最近不运行的 我们就让他先放在外面 不要占内存 是吧 那么这个根据的是什么原理呢 知道吗 这个根据的是什么原理 我凭什么知道应该把这些液装进来 而那些也不装进来 根据的是什么原理 对的吗 大胆的说 就是局部性原理 是吧 程序局部性原理 局部性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到处都会用到 是吧 前面我们上节课讲了 他在组存 Cash的缓存里面也用到了 在这里液式存储也用到了 好吧 好 那么呢 这种分验你就可以理解为像这样 是吧 像这样的话 像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种部分存储的关系 部分存储的关系 好吧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吧 你说你把这个程序 装到我们的内存里面 你把这个页装到页框里面 是吧 我们知道我们的页 我们每页是按照什么 是按照我们每一个程序来编号的 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有几十个程序运行 你程序一 你下面分的是这些页 程序二 下面分的也是这些页 对吧 那么你要装到不同的页框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 存在一个地址转换的问题 因为CPU执行的是物理地址 这是内存里面的地址 是吧 你这里呢 你自己按照自己程序里面的页编号 是存在一个逻辑地址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它主要的一个考点就在于什么 就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程序里面的逻辑地址 转换为我们内存里面实际运行的 物理地址 实际运行的物理地址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存在要把逻辑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 我们应该怎么转换呢 应该怎么转换呢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应该逻辑地址 就是它不是放在哪 逻辑地址呢 是程序内部 好吧 它自己会有一个维护一个表格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主要的一个考点是逻辑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 那么逻辑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页地址 它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里我跟你讲一下 页地址还有页框地址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页的地址呢 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高位呢 是页号 然后低位是叫页内地址 好吧 那么这个页内地址呢 它可以什么 如果说页内地址是m位 它就可以表示页的大小是r的n次方 页的大小就是r的n次方 因为是前往我们讲的一个原理就是 m位二进之数 可以表示r的n次方个数 对吧 那如果我们的页号是m位的话 它就可以表示什么 那么这里大家告诉我r的m次方是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这个页内地址 它可以表示一个页的大小 那么这个页号它表示的是什么东西呢 r的m次方表示什么东西呢 对吧 你自己要联想啊 页号表示什么 是的 页号表示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页的个数 就是我到底有多少页 那么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到我到底有多少页 我是通过页号知道的 我每页的大小是通过页内地址知道的 那我是不是就知道什么 是不是这两个部分就能把一个程序完整的给表示完了 完整的表示完了 对吧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是这一点好 然后呢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什么 我跟大家讲过页的大小是等于页框的大小的 那么既然他们的大小相同说明什么 这一点大家能不能想 既然他们俩的大小相同说明什么 不是说明m等于是说明什么 是说明 他们俩 页内地址肯定是一样的 他们俩只可能页号不一样 但是页内地址肯定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逻辑地址 这个逻辑地址是什么呢 这个逻辑地址 他的页号是2 然后呢 他的页内地址是512 这个表示是什么意思 表示的是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字节在哪里啊 我这个字节是在我们这个程序的第2页里面的第512个字节 第2页里面的第512个字节 对不对 如果说我把它转回物理地址 对吧 他的页号 他可能是通过页表来进行转换的 但是他的页内地址肯定还是512个字节 对不对 因为你页大小是一样的吗 所以页内偏移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个逻辑地址转回物理地址有个技巧 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页内地址是不变的 页内地址是不变的 只有页号会变 页号会变的话是怎么变的 页号会变怎么变 页号呢 是怎么去找 页号呢 就通过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叫页表 页号是通过我们一个页表的东西 页表它存储了我们的逻辑页号和物理页号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你再看这张图就比较看得清楚了 你有没有看到 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是怎么转换的 页内地址是直接拿下来的 看到没 页内地址不变 直接拿下来 然后页号呢 页号去查我们的页表 页号去查我们的页表 是吧 你看到页号是4 在这里查页表 页表题目会给出来 好吧 你看4 查出来这个页表 查出来我们的物理快号是15 所以我们就把15填到页号上面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物理地址 是吧 所以物理变成物理地址 它的一个技巧很简单 页内地址不变 页号的话呢 去查页表 是吧 讲起来就这个简单的这个 原理 好 那么讲了这个简单的原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题 原理很简单 但是做题目呢 还是有的人不会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题目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题目 他考的是16进制 和2进制之间的转换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题目 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题目 是10进制的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16进制的题目该怎么做 你看 进程P有8个页面 页号分别为0到7 页面大小是4K 假设进程给 假设系统给进程P 分配了4个存储块 然后呢 进程P的页面变换表 如下图所示 表中状态位等于1和0 分别表示 在内存 和不在内存 如果进程P要访问的 逻辑地址为16进制的 5148H 那么该地址经过变换后 它的物理地址应该是多少 好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转换的问题 这个题目呢 可以说是送分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是吧 页内地址 我们前面讲的原则 页内地址是不变的 页号是要去查页表的 是吧 这是我们最让的一个原则 页号是要去查页表的 页表已经给出来了 是吧 好 那么很明显 我们要做这个题目 第一步我们要找出什么 第一步 我们要知道谁是页内地址 谁是页号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 他给出的这个逻辑地址 大家看到 这个逻辑地址是16镜子5148H H是什么 H是16镜子的一个标识符 是吧 他不表示任何数 你看5148 所以16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逻辑地址是5148 那么5148的话 我们知道他必然 他必然是页号 加页内地址组成的 对不对 那么5148到底 到底谁是页号 谁是页内地址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首先这个页内 页面大小告诉我们 页面大小是4K 4K是等于R的12次方 R的12次方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页内地址就是12位 为什么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页内地址为N位 我们的页面大小就是R的N次方 是吧 他这里正好就是反过来 页面大小是R的12次方 那我们的页内地址就是12位 是吧12位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页内地址是我们的12位 是D位的12位 因为页号在高位 D位的12位 我们知道这个12位是什么 是R进制的12位 R进制的12位 R进制的这个12位 12位就是这个4K 前面还 前面我刚刚跟你讲过 就是 页内地址如果为N位的话 它可以表示R的N次方的大小的这个页 对不对 那么这里你看到 我们这个页内地址假设为N位 它可以表示4K的E 4K就是R的12次方 说明我们这个N就等于12 说明我们这个N就等于12 对不对 N就等于12 所以呢这个页内地址是12位 页内地址是12位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12是怎么样 R进制的什么 他12是R进制的 那么我们还知道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1位的16进制是等于什么 1位的16进制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4位的R进制 是吧 所以12位正好就是什么 正好就是我们这个16进制的第3位 就是第3位 是吧 这3位16进制正好等于1位 正好等于12位的R进制 是吧 所以我们就找出了什么 找出了我们的页内地址是148 找出了我们的页内地址是148 页内地址我们知道在物理地址里面是不变的 是吧然后1号呢1号就是剩下来的就是高位的这个5 对吧 1号就是这个5 好那么根据这个5的话呢 我们去查一下这个表 查这个表 1号是5 对应的这个物理 快号是多少 这个叶真号或者叶框号是3 是吧 是3 所以我们把这个3拿过来 变成什么 3148 是吧 3148 3148 好吧 这个要认真听课 问的都是之前讲过的一些东西 是吧 认真听课 148 不跟你说了吗 是页内地址 页内地 是这里我们求出来页内地址 页内地址是不变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如果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这个问啊 如果进程P要访问的页面6 不在内存里面 那么应该淘汰 页号为多少的页面 你看了 如果进程P要访问的页面6 不在内存里面 那么应该淘汰页号为多少的页面 来 这个6 他不在内存里面 是吧 那么我们应该淘汰哪一个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 接着我们优先淘汰什么 优先淘汰没有被访问过的 这是第一优先 是吧 然后再淘汰呢 没有被修改过的 这是第二优先 是吧 第二优先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他 你看这里啊 访问位 是吧 他这里在的 这个被访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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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不淘汰的 对吧 然后看零零这个这个他不在这里面 是吧 正好剩下的都不在 是吧 剩下的这些是零的 他都不在 都不在 是吧 所以呢 看这个 所以看这个是不行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修改位 最近没有被修改 你看 我们看到 最近 没有被修改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修改位 他这个不在 最近没有被修改的 在这里啊 这个 这个在这里 是吧 这是零 然后这个是一 没有被访问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之前是根据这个LRU原则 是吧 我们要根据R LRU原则 是吧 LRU原则 对 R没有被访问过 R没有被访问过 看错了 好吧 R没有被访问过 R没有被访问过 对看错了 R没有被访问过 R没有被访问过 看错了 所以这里直接选B 就不用看这个修改位了 不用看这个修改位了 不用看这个修改位了 好吧 所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原则就是什么 就是优先看谁没有被访问过 然后再看谁没有被修改过 好吧 这是一个原则 那么这里呢 这个R就没有被访问过 所以这里直接选R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选R就可以了 另外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题目在计算我们这个第一题的时候 是正好凑巧了 正好凑巧了 是我们的这个D12位 对吧 然后呢 一位 一位这个我们知道一位16镜子等于四位的这个R镜子 这是这是初题人什么 这是初题人心软了 是吧 没有让你去算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这里不是正好12位 那比如说如果它是8K 8K的话我们知道是多少 R的13次方 8K是R的13次方 是吧 那如果说它给出来是8K 是R的13次方的话 那我们知道什么 那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就是D13位 是我们的业内地址了 对吧 D13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怎么 没有办法直接看出来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把5148给它展开 展开 我们要直接展开成R镜子 看D13位是多少 对吧 但是展开成R镜子也是有一个技巧的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假设我们这里是8K 这个D13位我们应该怎么使用 我们只需要什么 我们只需要展开第一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吧 因为D13位 我们知道D12位是148 是吧 然后13位什么 13位我们只需要再要这里的最后一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5是吧 好 当然这里还是应该全部展开 还是应该全部展开 因为你最后D13位你要连起来球 是吧 你要连起来球 对吧 连起来球 这个要注意啊 所以这里大家要注意点 就是这里我们这个4K 这里是正好的12位 如果说它给的不是正好的12位 它是13位 你要怎么样 那你就要把它展开成R镜子 然后把D12位 把D13位R镜子给它全部列出来 看看D12位R镜子 求出来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我们的这个逻辑体是多少 好吧 逻辑体 好 然后这个淘汰业号 这个不简单吗 淘汰业号我不跟你讲了吗 状态位是要看的 状态位呢 是看这个东西它到底在不在页面里面 只有在页面里面才会被淘汰 不在页面里面呢 我们是不用看的 你看啊这里 你看首先啊 这里这个第二文 首先我们应该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先淘汰掉 首先这个0 然后这个3 这个4 这个6 这几个我们是不看的 因为这几个它本身就不在 不在我们的页里面 不在我们的这个页 页针里面 是吧 所以它不存在被淘汰的问题 它是已经被淘汰了 是吧 所以这些我们不看 然后呢 第二步我们看访问位 我们淘汰呢 有一个原则 就是最近最少被访问的给淘汰 也就是说呢 哪一个最近没有被访问 我们就淘汰哪一个 好吧 哪一个最近没有被访问 我们就淘汰哪一个 你记住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你看一下在这里面 哪一个最近没有被访问 R 是吧 R最近没有被访问 它是0 所以我们就淘汰它 但是呢 也会出现一种情况 也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最近这些东西都被访问了 比如说这个R也是1 最近都被访问了 如果说这最近都被访问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看这个修改 修改 好吧 就是最近没有被修改的 哪个没有被修改 好吧 跟状态位没有关系啊 跟状态位没有关系 好吧 状态位如果为0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管他的 跟状态位没有关系 因为状态位 状态位为0表示 他都不在业真里面 他不存在被淘汰的问题 好吧 不存在为淘汰的问题 好吧 我们主要看的是 第一个访问 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第二个最近没有被修改过 好吧 这个这个我还是 我以后还是请大家在看直播之前 一定要先把录播看一遍 好吧 一定要先把录播看一遍 不然我讲起来太累了 好 而且大家都做技术的 当然都是做技术的 你看下面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题 再看下面这个题 这个题目 大家再看一下下面这个题 再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也是跟我们前面那个 页是一样的 但这个题目呢 就 如果你要用我们前面那种方法来计算的话 也可以 当然这个题目有个比较简单的计算方法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题目 大家也可以这个读一下题目 这个也是一个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你看到某操作系统采用分页存储管理方式 下读给出了进程A和进程B的页表结构 如果物理液的大小是512字节 那你看到这个512字节 你就敏感了 512等于说 2到9四方 对吧 那么进程A逻辑地址为1 注意是实进制 他说进程A的逻辑地址是1 4个1 然后是实进制的 然后这个变量存放在多少号的物理内存液中 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题目就是问你什么 其实就是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转换 他就是问你 我这个逻辑地址是这么多 它的物理液耗是多少 它的物理内存液耗是多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先求出它的逻辑液耗 然后根据逻辑液耗去查这个液表 然后得出它的物理液耗到底是多少 对不对 这个题目的基本原则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问题问的 基本原则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根据它的逻辑地址 求出它的逻辑液耗 然后用这个逻辑液耗去查这个液表 对吧 然后通过查这个液表得出来这个物理液耗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多少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那么这个道理的话跟前面就类似了 对吧 你看到 这里他说逻辑地址1111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的解法 我这里先跟你讲前面的解法 然后再讲另外一种 然后再讲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解法 就是针对这个实进制 前面我们的解法是怎么样的 16进制的解法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16进制的解法 因为16进制转2进制比较方便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16进制转2进制的解法 我们说什么 我们可以首先把它转回为2进制 就是你首先把这个实进制全部都转回为2进制 实进制转2进制呢 就是你你什么 就什么 就是就是你一式除2 是吧 除K取取法 这个怎么转应该不用多说 这个方法是吧 你也可以跟前面的解法一样 你把这个实进制全部都转2进制 转为2进制之后 然后你什么 然后你知道第9位 第9位是我们的业内地址 然后9位之上的就是我们的业号 是吧 为什么是9位 因为你看这里啊 物理业的大小是512 就是我们业 大小是五百一三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转换成2的密指数 2的九十方 也就是我们的业内地址是9位 是吧 业内地址是9位 所以呢 第9位2进制是业内地址 然后高位的就是业号 高位的就是业号 是吧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 你是可以顺利的求出这个业号的 是吧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最通用的方法 最通用的方法 这个转2进制也不是特别复杂 是吧 你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呢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用1111等于什么 这里你看我这个式子 看你理不理解啊 111 我这里写一下 111那等于512 乘以2 再加上什么 1024 1024 76 87 对吧 大家看到没 111等于512 乘以2 再加上87 这个式子大家看得懂吗 这个式子其实已经把我们的业号还有我们的业内地址都给列出来了 这个式子已经把我们的业号和业内地址给列出来 就是说你不用去转2进制你只要列出这个式子你就已经知道业号和业内地址是什么了 大家可以告诉我这个式子你看得懂吗 这个式子你看得懂吗 以及你通过这个式子你觉得业号和业内地址是多少 逻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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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不是物理也好 对的 这个就是他的业号 这个就是他的业号 这个就是他的业内地址 对不对 这个呢 是从我们这个业的这个定义的角度去理解的 对吧 你不说你的逻辑地址是这么多吗 对吧 你这个逻辑地址我们知道肯定什么 从零开始编号的吗 从零开始编号的吗 是吧 然后我比如说我零到五百一十一 我存在第零页里面 然后后面的在五百一十二之间 我存在第一页里面 然后我再存在第二页里面 是吧 我存满了 我就存下一页 那么这里很明显什么 很明显我这个一一一是存在什么 是存在第三页里面的 对不对 他前面两页都存满了 你看二乘以五百一十二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他前面两页都存满了 是吧 他存到了第三页的第八十七个字节 实际上这里是存在第三页的第八十七个字节 但是因为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的页号是从零开始编号的 从零开始编号的第三页就是多少 第三页的页号实际上是二 实际上是二 是吧 第三页的页号实际上是二 所以什么 所以他的页号是二 他的页内地址是87 对不对 那么二对应的物理快号就是我们的四对吧 就是我们的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题目 拿着第二个题目很简单 我把这个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吧 那么大家现在就发现我们求我们的这个物理啊 就是求我们的逻辑地址 转化为物理地址 是不是有两种方法 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我们前面讲的 你把什么 把逻辑地址 转化为二进制 你转化为二进制之后 然后呢 你根据题目给的这个页大小 根据题目给的页大小 你求出页内地址到底有多少位 然后呢 你低那么多位 比如说低九位 就是你的页内地址 然后高的那些位就是你的页号 是吧 这种方法 不管什么进制 十进制十六进制都可以用 对吧 但是一般推荐十六进制用这种方法 因为十六进制转二进制比较方便 一个对应四个 他出的题目正好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这里看到的 第二种方法就是这里看到的 这里看到的就是什么 十进制 十进制转二进制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也不复杂 说实话也不复杂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点 对吧 一点点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展开成 它等于多少啊 等于五一二是吧 等于你的页大小乘以多少 表面你在第几页 你存在第几个是吧 第几个 你看这里就是我实际上我是存在 哎 第三页的第八十七个 我前面两页存满了 前面两页存满 对吧 好 这个要注意啊 讲的够详细了啊 够详细了 然后第二题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你看这个第二题 假设这个进程A的逻辑页四和进程B的逻辑页五要共享物理页八 啊 进程A的逻辑页四和进程B的逻辑页五正好他们俩都没有是吧 要共享一个物理页八 共享一个物理页八 那么应该在进程A页面的逻辑页四和进程B页面的逻辑页五就说在这里在这里应该分别填多少 大家觉得应该填多少 大家应该填应该大家觉得应该填多少 这个题目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是吧很明显应该都填八吗 应该都填八吗 是吧选D吗 应该都填八 他这里说的不是很清楚吗 他说 他说我的这个这个逻辑页四和逻辑页五都是要共享物理页八的 就什么意思 就说他们都什么都要分配到物理页八里面 所以我肯定只能填物理页八呀 我填其他的不对呀 我填其他的不对呀 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 对吧 相当于题目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对吧 这种这个题目就是两分吗 对吧 一分两分 那么选择题吗 错一题还有一分的 这是选择题吗 选择你答对的一题就是一分 好吧 那种基改了 OK 啊 然后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分段存储管理 分段存储管理的话呢 这里也有一个这个题目是吧 那么我们讲分段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分段的原理吧 好吧 再大家看这个题目 分段存储管理呢 就没有计算啊 没有计算 你可以放心 分段的就是让你看一看 他没有计算 他不会上心病狂的让你去逻辑地质转回物理地质 好吧 他也不会去对应了 那么分段跟分页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固定存储 整存存取 是吧 然后到分页 是吧 分页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道分段 那么分段的话呢 本身来说 分段本身来说呢 他什么 他也是部分存取 分页也是部分存取 是吧 前面这个是叫整存整取 但是他这个部分存取就不一样了 他什么 他不是固定大小 我们前面我们知道分页 不管你是逻辑的页 还是物理的页框 他们都是固定大小的 而且大小是一样的 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我们只能什么 比如说你一页是4KB 那我只能什么 我只能4KB4KB的往里面存 是吧 那么分段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 他的这个段的大小是不固定的 段的大小是不固定的 而且这个分段是按什么 是按照你代码的逻辑来分的 哎 这样它会存在一个好处 我们知道 你分页因为你是定的 你说你一页就4KB 但我们知道你这个程序代码 你装载到内存里面 你4KB有可能什么 啊 有可能根本就不够一个功能 是吧 也有可能这个功能 啊 这就是就是分配的不怎么好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叫跨页是吧 跨页去运行好多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不方便 所以我们分段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一段就是一个完整的功能 所以分段是按照功能分的 那么一个完整的功能到底占多少大小 那就看你写的代码到底怎么样 是吧 到底怎么样 所以分段是不固定的 它是按照你的功能来分的 好吧 功能来分的 因此呢 它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断表 断表呢 本身来说 它也是什么 你看 就是一段 我们怎么怎么定位一段 断的地址也是分为断号和断内地址 看到吗 也是分为断号和断内地址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啊 那他这个断之间是怎么转换的 断之间的转换的话呢 其实他也是比较 但是他考试的时候不会去考这个 你看到断内地址 也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呢 断号会去查一个断表 会去查一个断表 对吧 但这个这个你了解一下 他不会去考 断 断的这个地址一般考什么题目呢 一般最多就考这个题目 而且呢 几乎不怎么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他其实就是断地址的话 他就是让你判断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越界了 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合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你看假设系统采用断式存储 断表是如下图所示 然后逻辑地址什么 不能转化为对应的物理地址 不能转化为对应的物理地址的原因是 进行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应该选什么 这里你看这种主要你这个断表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啊 这个断表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三列 第一列是断号 第二列是基地址 第三列是断长 那断号肯定不用说是编号吗 对吧 然后基地址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段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段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吗 是吧 我们知道一个段的起始地址 再知道这个段的长度 我们就能定位这一段 是吧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地零段 他的起始地址是第一千一百个字节 然后他的段长是八百个字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零段 他说啊 地零段他就是一千一百到什么 到一千一百到一千八百九十九 对不对 这一共是八百个字节 一共是八百个字节 是不是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段的这个范围了 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段的地址 你如果是某一段的地址 你肯定是不能超过这个段的范围的 超过这个段的范围就是大家 最不愿意看到的叫call dump 很熟悉吧 是吧 这里如果有技术人员应该对这个东西很熟悉 call dump 是吧 call dump 一旦你遇到了call dump 那么你就很尴尬了 是吧 有的时候问题你都找不出来 你看到 这也是 这也是大家最不喜欢看到的错误 是吧 直接的导致程序就挂掉了 你看 你看这里 这里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说我们是零 段号是零 它的长度是七百九 它没有越界 是吧 段号是二 长度是八十八 没有越界 大家已经把答案说出来 就是低 我们看低 来段号是零 段长是八百一 八百一就越界了 是吧 越界了十个字节 那谁知道那十个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吧 有可能就导致你call dump了 是吧 不能越界 是吧 这个呢 就是 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转换的时候 然后地址越界了 是吧 主要就是地址越界了 但这个地址越界 大家知道是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转换 对吧 因为这里都说了吗 这里都说了 逻辑地址转换物理地址 对吧 好 分段就这么考 分段比较简单 好吧 OK 然后下面啊 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这个 一个状态的一个问题 是吧 你看这里是一个 进程的一个三态模型 进程的一个三态模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然后我们再去看后面的这个三态 好吧 三态 这个题目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不难的 大家可以阅读一下这个题目 因为你们主要还是靠一下理解 看到 某计算机系统中的进程管理 採用三态模型 是吧 那么下图所示的PCB进程控制块的组织方式 采用什么 首先这是一种什么方式 可能我们我们应该讲路波应该讲了吧 也可能没讲 但是这种方式 大家应该猜得出来 应该很好猜 这是什么方式 对吧 这什么方式题目都给你了 是吧 所以 所以对吧 题目都已经说出来是索引表 如果你说你还不知道是索引方式 那你这个阅读能力就有问题了 是吧 人家都说了是索引表 索引表肯定是索引方式 是吧 索引方式 好 然后图中 图中什么 图中问你有多少个运行进程 这个题目其实也很简单 是吧 你就看什么 运行进程指出去了 运行进程指出去了 指出去了几个 你看运行进程的索引表 它指出去了两个 所以有什么 两个运行进程 两个运行进程 然后索引 然后就续进程呢 指出去了三个 是吧 两个三个 然后这里呢 阻塞进程指出去了四个 是吧 二三四 所以这个题目 就是这个题目 我感觉跟什么三态图都没有关系 是吧 跟跟三态图都没有关系 就完全是看图 完全是看图 好吧 但是既然他这里提到了运行 就续阻塞这些状态 那么我们还是有必要看一下 这个三态图 是吧 三态图的本身来说 还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了解一下 是吧 但它本身不难 是吧 我们知道 程序在什么情况下处于运行状态 就是什么 就是他什么资源都有 是吧 然后CPU也给了他了 他现在正在运行 什么资源都不缺 什么资源都不缺 好吧 就续状态呢 缺什么 缺CPU 反正还缺一个东西 缺什么 我不太清楚 反正还缺一个东西 一般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事件 IO 好吧 反正还缺一个东西 缺多个东西 好吧 那么这里很明显 你看这里 哪个能转换 哪个不能转换 看这个图就知道 好吧 看这个图知道 能不能转换 能转换的这个已经跟你说了 是吧 你在运行的时候 你可能时间变到了 是吧 时间变到了 我就进入到就续状态 时间变到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CPU啊 他什么 CPU呢 他是这个分时的 他这一段时间给你用 一段时间给他用 好吧 一段时间给你用 一段时间给他用 不可能有哪个一直占的CPU不放 好吧 这样就达到我们一个叫并发的一个效果 操作系统里面并发的一个效果 是吧 并发就是什么 就是微观上是串行的 微观上是串行的 红观上呢 是并行的 好吧 这个效果 这个我不过多解释啊 不过多解释 好吧 看得懂的自然就懂 不懂的话呢 也不影响你做题 好吧 不影响你做题 好 所以你看时间片到了 他就进入到就绪状态 是吧 然后呢 如果说时间片又分给他了 他就被调度了 是吧 然后在运行状态呢 可能会突然阻塞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运行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然需要外存 调用外存的一个东西 是吧 然后呢 CPU不会去等你的 是吧 你自己慢慢的去调用吧 是吧 他把你给阻塞了 你自己慢慢去调用 你调用好了 然后呢 你怎么样 然后你调用好了 你不能直接回去啊 不能直接回去 你要申请CPU的话 都要排队 好吧 你失去了CPU 不是你想拿回就拿回的 好吧 你失去 你要再申请CPU 你还要去排队 好吧 当你这个调度的事情 完成了之后 然后呢 你就去排队 到就绪这里排队 好吧 这是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要注意 有两个地方是不能的 就是不能由就绪到阻塞 这是为什么 因为就绪状态 你又不是在运行 是吧 你就绪的时候 你又不在运行 你不在运行 你怎么会缺什么东西呢 是吧 你在这个状态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禁止了 你不会缺什么东西 所以你不可能说 我我就绪 我变成阻塞 对吧 那我主射也不可能直接运行 我跟你讲 是吧 CPU呢 不是你想要 想丢就都 想要就能要了 是吧 你要要的话 你继续进去 进去排队 好吧 继续进去排队 OK 然后下面看到另外一个计算 计算应该都是大家 这个 就是也不说大家 部分学员比较头痛 其实我们有很多学员呢 就是比较喜欢计算题 因为计算题其实掌握了就是就是就是肯定是稳拿分的 是吧 不像有些概念题还拿不准 我们看一下这个计算 这是一个索引节点的一个计算 索引节点的计算 索引节点的计算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索引的文件结构 好吧 先看一下文件结构 然后我们再去讲那个题目到底该怎么算 好吧 这个讲起来又是比较累的啊 但这个题目其实真的不难 对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讲起来那么累 你看这个计算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索引文件结构 先把这个给看懂了 好吧 索引文件结构呢 哎 在这里的话呢 你看到啊 就是我们有这个索引 索引节点 然后呢 有物理盘块 是吧 然后索引节点里面存的是什么 存的是索引 是吧 存的是索引 物理盘块里面存的什么 存的是直接的内容 直接的内容 是吧 然后你看这里啊 我们这个索引呢 又分为叫直接索引 以及间接索引 间接索引呢 又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间接索引 好吧 这是套娃 套娃 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索引是什么意思呢 直接索引的意思呢 就是说 哎 我这个索引节点里面 存放的是什么 是直接指向物理盘块的这个地质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直接索引节点 它的大小呢 就是 它能表示的大小 就是一个物理盘块的大小 因为它是直接指向一个物理盘块的 一个物理盘块的 好吧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 直接索引 我这里可以给你写一下 直接索引就等于一个 一个直接索引等于一个物理盘块的大小 好吧 然后有一个一级间接索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一级间接索引 一级间接索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间接 间接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不是直接指向物理盘块的 它里面存的是更多的索引节点 你看这里啊 它这里面 它这里指向了什么 它这里指向的是这里更多的这个索引节点 而至于这个索引节点到底存了多少呢 你看一级间接索引是它里面只间接了一次 只间接了一次 是吧 然后呢 这一次之后呢 这里面的每一个索引节点就指向直接的物理盘块了 所以我们这里要什么 我们这里要计算出一级间接索引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索引 那有多少个索引就能表示多少个物理盘块的大小 那有多少个索引该怎么算呢 该怎么算呢 很明显是用什么 用什么 用你索引盘块的大小 用索引盘块的大小 除以什么 除以我每一个索引节点的大小 每一个索引节点的大小 对不对 用我整个索引盘块的大小 除以我每一个索引节点的大小 我不就得出来 我索引节点的个数吗 这里讲原理你要理解啊 讲原理要认真听 好吧 要认真听 不就等于我索引节点的个数吗 好 好 那么大家看到 等于索引节点的个数 那我求出来有多少个索引节点 然后每一个索引节点的话呢 就指向了什么 每一个索引节点就指向了 你看到每一个索引节点 它就指向了我们一个直接的物理盘块 对吧 所以呢 现在这里相当于就是索引节点的个数就是他能表示的直接物理盘块的个数 直接物理盘块的个数 好吧 比如说如果说 我有100个索引节点 那我就可以表示什么 就可以表示100个物理盘块的大小 就乘以物理盘块的大小就可以了 这是一级的 对吧 好 那么每个盘块能存多少个索引节点 这里不说了吗 用索引盘块的大小 除以每个索引节点的大小啊 这个题目都会给达 你先理解这个原理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二级间接索引 二级间接索引是什么样呢 二级间接索引是什么样呢 就是二级里面就再转换了一个 你看到 你看二级就是什么 就是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级的间接索引的地址 然后每一个一级的间接索引地址 又指向了一个直接索引的地址 然后每一个直接索引的地址 又指向了一个盘块 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我们再套了一次 再套了一次 我们首先算什么 我们首先算出来 哎 我这个二级的这个盘块里面到底有有多少个一级的 有多少个一级的 然后一级里面有多少个直接的 对吧 然后然后这个相乘 然后每一个直接的就对你一个物理盘块 对吧 就对你一个物理盘块 好 那么那么这里讲起来就比较抽象了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来看一下这个这个题目 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你根据前面的原理啊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你看到某文件系统采用多级索引结构 如果说磁盘块的大小是4k字节 每个块号需要占4字节 那么采用二级索引结构时文件最大长度可以占多少个物理块 好 那么这里我跟大家讲了点 他这里如果说直接说的是磁盘块的大小 他没有分物理块和索引块 说明什么 他没有分物理块和索引块 他直接说的是磁盘块的大小 说明什么 就说明物理块的大小等于索引块的大小 等于磁盘块的大小 4k 好吧 就说明物理块和索引块的大小是一样的 是4k 他没有特殊说明的话 对吧 好 那么这里他采用的是二级索引结构 那我们知道二级索引结构是怎么样的 二级索引结构 首先我们要求出来什么 首先我们要求出来 他有多少个一级 有多少个一级应该怎么求 用我们这个磁盘块的大小 除以什么 除以我们每一个索引块的块号 每个索引块的块号 大家看到没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里这个公式就算出来什么 算出来我有多少个一级 这是我有多少个一级 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 我们还要再算什么 还要再算什么 还要算我们一级里面有多少个直接 是吧 那我每一个一级里面有多少个直接的这个索引呢 同样又是用我们这个磁盘块的大小 就是索引块的大小 除以什么 除以我们的块号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求出来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就求出来 我们一共有什么 我们一共有这么多个直接索引 对吧 这么多个直接索引 这么多个直接索引就是什么 就是这么多个物理块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物理块的个数 就是多少 1024乘1024 1024乘1024 看到没 他这里问的是物理块的个数啊 他不是问这个文件的这个容量 好吧 他这里问的是物理块的个数 物理块的个数是这么多 如果说他问的是文件的容量应该怎么样 如果问的是文件的容量 我们还应该怎么样 来这里我考一下 如果说他这里问的是文件的容量 可以表示的文件的最大容量还应该怎么样 是的应该乘以4k不是乘以4好吧应该乘以4k比主要文件的容量是这么多这里是款块的大小对吧 好 然后下面这一题是个概念题啊这个概念题的话一般来说你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是吧你看这个这个第二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看你们这个第二题这种概念题能不能理解一下应该选到 这种概念题大家理解一下看 计算题其实还简单一点算算出来就准了是吧概念题还真不一定 嵌入值系统设计一般要考虑低功耗软件设计也要考虑低功耗软件低功耗设计一般采用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感觉似是而非了是吧感觉就有点拿捏不准了是吧大家做这种概念题就感觉有点拿捏不准了是吧似是而非的 尤其这些东西感觉好像上课讲过一点但是这种题目又好像又没全部讲过是吧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很烦是吧就很麻 那就是吧这个其实应该选D啊 软件它肯定会有编译优化是吧然后呢有算法优化然后呢软硬件协同优化是有的 好吧 这是软件这个要注意这是D啊这个是D 这是软件的好吧 OK再往下再往下是一个你看到这是设备管理里面是吧设备管理设备管理里面这个东西大家应该知道是选什么吧dma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这题目应该选什么dma直接存储器是在什么 组存和外设之间是吧直接在组存和外设之间这个肯定是讲过的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什么这种是设备管理里面设备管理主要做的是什么 设备管理主要做的是我们在就是我们cpu和我们的这个外设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对吧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cpu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数据是要从什么 是要从外部设备掉出来一般来说我们cpu他的数据从什么从内存里面取的是吧内存然后开始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有数据在外设里面拿出外设里面去就太麻烦了是吧那个速度就慢了很多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是我们应该怎么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是我们有三种方法三种方法第1种方法叫程序查询的方式 cpu和外设之间的数据啊程序查询的方式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叫叫中断 中断 还有个叫dma dma 就这三种方式 常考的 我们知道程序查询的方式是什么 是老汇编里面经常写的是吧写个wire循环在那里然后呢我这个cpu一直在那里反复的查询查询你有没有准备好是吧 这个时候呢cpu和我们的这个外设是不能并行工作 他会严重拖累我们的性能和效率 然后中断和dma 我们这个cpu和我们的外设都能并行工作 只不过呢就是cpu干预程度的一个大小的问题是吧中断什么中断他的这个cpu的干预程度要多一点 dma那就更少 因为dma是直接在组存和外设之间开辟了一条通道 dma本身它是有dma控制器的 只要你cpu完成了必要的初始化操作接下来都有dma的控制器来完成传输 来完成传输 好吧 他在组存和外设之间直接开辟了通道 直接把外设的数据传给组存 那我们知道cpu一般来说读的是组存的数据 对吧 这样的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不多讲这个很简单的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又是一个这个地址索引的一个问题啊 下面这又这个地址索引的问题我看后面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题 是吧 地址索引的题目太多了太多了好吧 得知这个题目呢其实跟这个题目其实跟后面这个题目有点类似 现在时间不多了那个刚才那个题目我就不讲 我讲一下这个题 好吧我讲一下这个题 因为这个题目比那个题目 跟那个题目是类似的是差不多的 是吧 然后难度的话呢可能这个题目还要稍微难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刚才那个题目所影的我就不讲 好吧 这种是历年考的这个同类型的题目 我都拿上来了 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题目 看一下这个题目 看这个题目应该选什么 这个题目比那个题目稍微难一点 算是所以里面考的比较难的 那我们现在来说 那我们想说 我们在这边的题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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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题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他说这个文件采用索引节点管理 然后呢 索引节点有八个地址项 然后地址项是零到七 是吧 然后每个地址项的大小是四字节 其中的零到四是直接索引 大家可以看到 零到四在这里 他是直接索引 对吧 这里也很明显 你看到直接指向了一个物理盘块 是吧 直接索引 然后五到六呢 是一级 你看到一级 对吧 他他就跳了一个级 然后呢 七是二级 七是二级 假设磁盘索引块和数据块的大小都是ekb 好 那这里至关重要的 一个是ekb 这是块的大小 另外一个呢 是地址项的大小 就是索引节点的大小 是四字节 对吧 有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文件file1的索引节点如下图所示 就这个图啊 如果用户访问文件file1中的逻辑块号为5和261的 就是file1里面这个逻辑块号为5和261的 然后呢 则对应的物理块号分别为 好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点就是什么 这里大家要注意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数字是物理块号还是逻辑块号 他这里在每一块上标的这个数字是物理块号还是逻辑块号 诶 这里要认真答哦 这里标的数字是物理块号还是逻辑块号 这个数字很明显是物理块号 很明显是物理块号 为什么 你看他标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是吧 你看他标的乱七八糟的没有顺序 这很明显是物理块号 逻辑块号我肯定怎么样 逻辑块号我肯定是按照顺序来的 这边不是逻辑块号吗 你没有看到这里是逻辑块号 01是吧 相当于逻辑块号是按顺序来的 应该是01234 然后到这边 56789 像这样的是逻辑块号 懂吗 对于这个文件来说 它的逻辑块号肯定是按顺序来的 然后这里是把逻辑分配到不同的物理块上 这种乱七八糟的肯定是物理块号 是吧 乱七八糟的是内存地址是物理块号 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要注意 是吧 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题目其实就好做了 就是什么 哎 就是我知道这个逻辑块号是5和261的是吧 用户访问我们文件中逻辑块号是5和261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 这个5在哪里 261在哪里 是吧 261在哪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啊 好 5在哪里啊 逻辑块号为5 我们知道从0开始编号的 是吧 他肯定在计算机里面默认是从0开始编号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那么你看到逻辑块号从0开始编号 01234 这是对应的前面的5个什么 5个直接快号 是吧 然后呢 5呢 5就是我们一级间接地址所有的第一个盘块了 你看我这里给你标出来 5其实就是他 这是逻辑块号 他对应的物理块号是多少 58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是吧 他第一个只有58 第一个只有58 是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算一下第二个吗 是吧 把第二个给他算一下 261 那么261对应的是哪一个 261是在哪里 那261在哪里 我可能不能往下数 是吧 你有的人说261在这里 有的人眼尖喽 你看261不是在这里吗 是吧 这是物理快号 好吧 这是物理快号 不要给我看错了 他现在我们要找的是逻辑快号的261 那逻辑快到261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啊 哎 我们一共有按照编号来说 我们一共有五个直接盘块 然后什么 然后我们看间接盘块 我们有多少 间接盘块 一个一级间接地址 我们一共有ekb除以4b 等于什么 256个 我们一共有256个 就是一个一级间接地址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一共有256个盘块 256盘块 是吧 然后加上我们前面这个五个就是什么 就是261个 261个我们知道是什么 从0开始编号的 从0开始编号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0到4是我们的直接盘块 5到260是什么 是我们的一级间接地址所影 是我们的一级间接地址所影 是吧 5到260 然后怎么 然后261是哪一个 261是我们的第二个一级间接地址所影的第一个 是吧 是我们第二个一级间接地址所影的第一个 也就是187 对不对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这里他问你101号物理块存放的是什么 好 这个题目应该选什么 101号物理块 第一题选C 第二题呢 101号物理块存放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这里问的又是你的物理块了 不是逻辑块了 是吧 物理块在这里 你就直接找101在这里 是吧 他存的是什么 他很明显存的是二级地址 所影表 是吧 二级间接地址 OK啊 OK 好 那么那个题目讲了这个题目我就不讲了 类似的东西 好吧 类似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啊 下一个点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进程的一个同步和互次的一个问题 是吧 进程同步和互次的问题 好 那么进程同步和互次的问题 这个PV操作 大家应该清楚 是吧 他经常考的是那种 经常考的这种同步和互次的 就是一考四五分的那种题目 我在这个陆播客跟大家详细的讲过两题 是吧 所以直播这里呢 我就没有把那个题目再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题目 不一样的题目 这个题目大家可以看一下应该选什么 我们讲完这个再去讲同步和互次的原理 可以把两个题目一起做一下 这个题目其实严格来说 它的难度比比我们陆播讲的那那那种 参考的那种题目难度还要低一点 陆播讲的那那两个那那那那种题目 其实还要你大胆假设是吧 小心求证 麻烦一点 不过那个送分送的也多是吧 一下就送三分或者六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某航空公司机票销售系统有N个售票点 是吧 该系统为每个售票点 创建一个进程 PI 管理我们的机票 假设TJ单元 你看T就是TEMP的意思 是吧 存放某日某航班的这个机票的剩余票数 然后呢TEMP为我们PI进程的临时工作单元 X为某用户的订票章数 初始化时系统应该将信号量S的复制为多少 这个应该复制为多少 我们知道这个信号量的复制啊 我们主要是看什么 信号量有两种 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们主要是看它到底是互持信号量 还是共享信号量 对不对 如果说它是互持信号量 它的初值一般都是1 如果是共享信号量 它的初值应该什么 应该是资源的个数 资源的个数 是吧 好 那么这里呢 它是什么信号量啊 这是一个临时的工作单元 它这里已经说明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什么 要互持的访问它 所以它肯定是互持信号 是吧 而且这里它也只能是互持信号量 因为如果它是共享信号量的话 它没有给你其他的条件 你就更不知道它的资源 个数到底是多少 是吧 互持信号量 它的初值就是1 对不对 互持的访问 就只能有一个进程 同时只能有一个进程访问它 一个进程 P了它就加锁了 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进程 就不能再加了 然后Pi进程的工作流程 这个图 如果用P操作和V操作 来实现进程间的同步和互持 那么图中的A B C 应该分别填什么 我们看一下 同步和互持 ABC 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题目 是吧 你看首先我肯定要什么 首先我肯定要互持的访问它 是吧 互持信号量 我要加锁 我要加锁 是吧 加锁 加锁完了之后 你看到 看看中间这东西 我都不看了 就是买票 是吧 买票 看票数够不够 是吧 票数不够的话 提示没有票 票数够的话 就把票数给减掉 是吧 给减掉 然后呢 给输出你的票 是吧 这个简单的道理 好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 哎 不管你票数够还是不够 我最终都要什么 我最终都要释放它 都要释放我这个数 是吧 他这两条路是不会同时走 只会走一条 你前面加锁 后面就要什么 后面就要结束 所以这题是什么 一个P 两个V 是吧 一个P 两个V 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来看一波这个同步和互斥啊 同步和互斥 同步和互斥呢 本身的概念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它其实也不这么难 是吧 我们这个考试考的简单一点 考试考的简单一点啊 没有那么深 你看到这里啊 同步和互斥呢 其实就是一个P操作和V操作的一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进程的同步和互斥 大家看到 P操作呢 就是申请资源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家属 是吧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资源给减一 V操作呢 就是释放资源 啊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解锁 是吧 释放资源 把那个资源加一 把资源加一 是吧 然后这里主要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资源 这个信号量 这个S PV缩写 我还真不知道 是吧 可以摆读一下 S这个信号量 S这个信号量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S这个信号量的话呢 你主要就是了解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S什么 当S 当S大于零的时候 大于等于零的时候 它表示什么 表示的是资源的个数 是吧 了解这个基本概念 当S小于零的时候 它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当前系统里面正在等待的进程个数 对不对 系统里面正在等待的进程个数 小于零的时候 了解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这个操作就很简单 首先我们S等于S减一 S是不是小于零 为什么小于零不是小于等于零 自己在特殊时算一下 好吧 如果说 你看S小于零为真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现在没有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这个进程什么 这个进程就不能运行 不能运行 我们这个进程就要什么 就要让它进行主射 进入到我们这个主射对立里面 如果S是大于等于零的 你看大于等于零的 就是什么 我就运行了 就运行这个程序 那么到V操作 你看V V操作是先加一 加一之后 如果说 我们这个信号量还是小于等于零的 就是说你释放了 你释放了之后 我这个信号量还是小于等于零的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我当前正在有进程处于主射状态 那么我应该优先怎么样 应该优先把主射的进程给唤醒 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你释放了一个资源 那么你应该去唤醒一个进程 那如果说你当前没有进程是主射的 人的S是大于零的 对吧 那么应该怎么样 那就什么 那你就直接执行他 你直接释放完 释放完就没了 好 这个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原语 但他考试的这些例题 我都跟大家讲过 是吧 本上来说也不难 OK 然后再往下再看两个概念题 这个概念题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概念题应该选什么 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两类接口 操作一级 还有程序控制一级 以下不属于操作一级的接口是 其实像像这些概念题呢 我也理解啊 有的学员说这个东西没讲到 这个东西你要你要确实说 这东西确实没有讲到 是吧 确实没有讲的 但有些东西你考技术类的东西 有些东西 还要自己判断一下 是吧 包括你看到概念题的话 你自己记一下 自己记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那么恐怖的 大家看一下 操作一级 程序一级 是吧 不属于操作一级 选什么 对有些东西是靠理解的 技术类的 是吧 包括有些东西 你在教材上都不一定找得到 都不一定找到 不属于操作一级的 是这个系统调用 好吧 系统调用 你看啊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是什么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是管理我们计算的硬件 还有软件资源的一个程序 是吧 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居中调度的 是吧 就是为我们的软件屏蔽了硬件的细节 是吧 然后同时呢 也是我们硬件和用户的一个接口 是吧 也是硬件和用户的接口 那么我们的用户可以通过什么 什么 他可以通过菜单呢 窗口啊 是吧 可以跟什么 可以跟我们的操作系统来进行交互 是吧 来进行交互 所以呢 这个什么 菜单和窗口都是我们程序啊 你看 菜单和窗口都是我们程序一起的 是吧 程序 不是菜单和窗口呢 应该是属于我们操作一起的 是吧 操作一起的 这两个菜单和窗口是我们操作系统 我们操作系统的话呢 他提供给我们的用户是吧 是通过这种菜单或者窗口 就是大家大家现在啊 你打开的那种界面是吧 那种界面包括你的窗口 好 包括操作系统命令都是他提供给 操作系统命令应该什么 应该是就是他讲了我们这种DOS的命令 是吧 打开那种CMD窗口那种DOS的命令 是吧 这三个呢 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我们操作系统 提供给我们用户之间的操作接口 对不对 都是提供给我们用户的操作接口 用于我们去操作控制这个操作系统 这三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 是吧 你可以通过菜单 是吧 菜单 你可以通过窗口去打开 你也可以在DOS里面输入一些命令 是吧 去操作我们的操作系统 哎 但是你不能什么 但你用户不能直接通过系统调用 去操作我们的操作系统 系统调用应该是什么 系统调用应该是通过程序去控制的 你要写代码的 对不对 你写代码 你在程序里面 你写这种系统调用的函数 然后你可以运行这个程序 然后通过这个程序 调用这个系统调用 去控制我们的操作系统 是吧 所以这个系统调用是通过程序的 而这些呢 是你用户可以直接打开的 直接用的 对不对 你不用写代码 直接用的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是吧 是比较好理解的 是不是 好 再往下 再看这个题目 这题目 虚拟存储器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应该选什么 就是虚拟存储器 实现的是什么东西 虚拟存储器 它其实是一个二级的一个缓存 其实是一个二级的一个缓存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一级的一个缓存 是吧 一级的缓存是CPU Cache 一级主存 一级的缓存是CPU Cache和主存 是吧 那么这里其实还有一个二级的缓存 只不过二级的缓存 我们很少提 二级的缓存是什么 是主存 然后缓存 就是虚拟内存 主存 然后虚拟内存 然后什么 然后是我们的外存 外存或者说辅存 外存或者说辅存 是吧 然后这个主存和外存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主存就是内存 外存就是我们的硬盘 就是在主存和硬盘之间 有的时候也会有个虚拟内存 这个虚拟内存 就类似于上面这一级的Cache 好吧 这些常见的东西 然后放到虚拟内存里面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内存 不是真正的内存 只是虚拟内存 是吧 有些常见的外存 外存里面一些常见的放在这里面 然后便于主存去读取 好吧 不然你直接从外存里面掉就很麻烦 你联想这个 好吧 这三个一对应 好吧 联想这个 所以他这个实现的是什么 什么 页面失效 外部地质转换 他这里实现什么 什么 这个题目我这么一讲 好像大家这些 这里实现的是什么 我这两个东西 我这两个东西 我都放出来的 这里实现的是什么 你竟然你不能对比一下吗 你对比一下 你对比一下 在我们这个CPU Cache和组存里面 它的地址转换 是什么地址和什么地址之间进行转换的 C是不对的 C是不对的 你好好想一想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在这个一级存储里面 我都说了这两个是对应的 你在一级存储里面是哪个跟哪个地址转换 你在这里面是哪两个地址进行转换 你告诉我 你在CPU Cache 组存里面是哪两个地址转换 CPU 组存 Cache里面是哪两个地址转换 是Cache的地址和组存地址之间的一个转换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你在这个体系里面是哪两个地址转换 那很明显也是后两个地址之间的转换 就是虚虚理存储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是吧 到辅存的转换 对不对 我都跟你说了 这两个的对应关系都摆在这里 是吧 两个的对应关系都摆在这里 是不是 好 OK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题 虽然已经九点半了 已经九点半了 是吧 但是我们把最后一题看掉 好吧 最后一题呢 也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题 对吧 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不会做 你看一下 先审一下这个题目 好吧 把这个题目讲完 这个题目大家应该做过 是吧 可能是不会做 但这个题目 其实你会不会做 无所谓啊 2010年的题目 2010年的题目 不会做就算了 不会做就算了 有些题目太老了 是吧 太老 你看 而且最近都没有考过这种这种难的题目 是吧 一般题目越老就越难 越老越难 是吧 但是越新的话呢 还简单一点 是吧 2010年题目 说实话你不会就算了 是吧 但是我们讲课的话 你不会 我给你讲一下 好吧 给你讲一下 你看这里啊 某虚拟存储 采用最近最少使用 RU 是吧 假设系统为每个作业分配 四个页面的组存空间 其中一个页面用来存放程序 是吧 你看到我们分配了四个页面 一个页面用来存放程序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页面用来存放程序的 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程序和数据吗 是吧 现在有某个作业的程序如下 这个看得懂吧 代码看得懂吧 这是一个循环 是吧 我A 然后从这个数组 数组呢 这数组是一个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 行呢 从一到一百 列从一到一百 一到一百 正好就是一百一百 是吧 一百行一百列 然后呢 这个 int 是吧 ij 是吧 int ij 然后for i等于1 to100 do4 j等于1 to100 是吧 然后度 aij 等于0 是吧 再负值 是吧 给它进行初始化 相当于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在给这个一百行一百列的数组进行初始化 把它的每一个值都负为0 都负为0 对吧 然后下面 剩每个页面可以存放两百个整数变量 你看这里一共四个页面 是吧 每个页面可以存放两百个 我们把这个东西都记录下来吗 都记录下来 是吧 变量ij存放在程序页中 然后呢 ij在程序页里面 是吧 我们说的有一页是用来存程序的 也就是说ij是在这个程序页里面 初始时 ij程序还有ij都已经在内存里面 其余三页为空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初始的时候 除了我们这一页 已经存了什么 已经存了我们的程序之外 其他三页都是空的 那如果我们的矩阵a 按照行序存放 你看这吧 行序存放 那么当程序执行完之后 共产生多少次缺页中断 如果按列序存放 那么呢 产生多少次缺页中断 缺页中断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一共不是只有四页吗 而且只有三页 就是有一页存放的程序 是吧 相当于我们只有三页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三页 可以用来存这个数据 可以存这个数据 那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数据啊 我们一共有一万个数据 对不对 一百行一百列 不就是一万个数据吗 是吧 但是我们每一页只能存放两百个数据 看到没 这里说的 我们每一页只能存放两百个数据 那么很明显什么 很明显 我不能同时操作完这一万个数据 对不对 我不能同时操作完这一万个数据 那我只能怎么样 我只能怎么样 我只能啊 就是 就是我可能同时操作六百个 是吧 然后当我某一页 就是我按照页来 就是我一页最多可以操作两百个 那当我这一页操作完了 我我要怎么样 我那我要把这一页给淘汰掉 是吧 然后呢 我换一个什么 还再换一个两百个数据进来 对吧 再换一个两百数据进来 就这样的 是吧 所以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是按照行序来存放的 按照行序来存放的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怎么样 这里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一页可以存两百个数据我们按照夜来啊一页可以存两百个数据如果是按照行序来存放的话那我们一行可以存多少个那我们一行是多少一行是一百个数据 对不对 对不对一行是一百个数据那如果说我们矩正是按行序存放的话那正好正好正好什么 你看就是你的矩正是按行来的那我们的夜呢也是按照行行来的就正好怎么样正好我一页就可以存两行 对不对 对不对我一页可以存两行吗 对吧一页可以存两百个数据一行只有一百个数据所以我一页可以存两行对吧 那么就怎么样 相当于我每两行会产生一个会产生一个缺业中断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每存完两行之后你就需要一个新页 对不对 因为你存了两行之后你把这个页就存满了吗 对不对 你存了两行之后把这个页给存满了 相当于呢你存满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存了 那么剩下的两行你就只能再存到新页里面了 如果你要一个新页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叫缺业中断 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每两行你需要一个新页 每两行需要一个新页 那么我们一共有多少行一共一百行 也说每两行产生一个缺业中断 那么一百行就什么 我会有五十四缺业中断 这是按行存复 按行存复 那按行存复其实大家都比较好理解 但是按列存复的话呢 大家就难理解了 按列存复 按列存复呢为什么难理解 我们知道啊 我们是按照你看我们举证是按列去存放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次要存两列 因为我们正好也是一列也是一百 一列也是一百个数据 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页一次要存两列 对不对 我们一页一次要存两列 你比如说存的是这两列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程序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执行的 它是按照行的顺序来执行的 你看这个负循环在这里 这个负循环在这里 我们程序执行的时候 它是按照行序来执行的 也就是说什么 它要先执行一二三四五 就是要按照行序执行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你在你的存储空间里面是按照列来存的话 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你一页 你一页存了两列 但这两列是什么 你看这是一 那三在哪里呢 三在哪里呢 三在不在我们的页里面呢 三不在我们的页里面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需要去找三呢 是吧 因为我这个程序 跟我说了 我只能按照行序去执行 是吧 你虽然说你其他的数据在我们这个页里面 但这些数据我用不到啊 是吧 我一二用完了之后 我必须要去找三 但是三不在 三不在怎么办 缺页中断 缺页中断 再继续怎么样 继续把第三列和第四列掉进来 把第三列和第四列掉进来 然后我就可以执行三和四了 是吧 好 三和四执行完了 我要执行五和六 我怎么样 我要产生缺页中断 是吧 把五和六给掉进来 对不对 好 那么通过我这个描述 大家就能感觉出来 我们这个列是什么 每隔两列都要产生一次缺页中断 每隔两列都要产生一次缺页中断 是吧 那么我们一共有 你看 每隔两列 是吧 就是 就是我每读取两次 也不说每隔两列 就是我每读取两次 也不能说每隔两列 其实我每读取两个数据 就要产生一个中断 那我一共有多少个数据 我一共有一万个数据 我每读取两个就要产生一个中断 那我一万除以二呢 等于多少 五千个 五千个缺页中断 对不对 这个题目能不能理解 对 这题目很偏 一里念的题 是吧 能不能理解 应该也比较好理解 是吧 就是主要一个读取顺序的问题 就是他的程序代码里面读都是暗行读的 对不对 你看到他的程序代码里面读都是暗行读取的 对不对 所以你明确这个概念 就是他的读是暗行 暗行存取的 是吧 塞涅是肯定存不了一万个数据的 他会产生缺越中断的 是吧 就是他数据存满了 他要读下一个的时候 他会把下一个数据再拿进来 然后已经读完的就不要了 你懂吗 你看 你比如说他先读进来读进来两百个数据 是吧 读完了 然后呢什么 两百个数据就不要了 两百个数据就不要了 是吧 然后再读下一个两百个 懂吗 你看 他的代码是暗行读取的 就是说他必须一行一行的读取 那如果说你的存放顺序也是暗行存的 那不就正好吗 是吧 那那我我暗行 我存了前两行进来 我就可以怎么样 这里不是只用了两列啊 这里是都在用 好吧 三页是轮流的用的 这个跟页数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跟页数是没有关系的 他三页是轮流用的 好吧 我们只要针对一页 你来了解一下 就是他的读取顺序 你要了解一点是什么呢 你要了解一点就是 他首先他是暗行读取的 就说他他要什么 他要先读取第一行 暗行按顺序读取第一行 再按顺序读取第二行 对吧 那如果说你存的顺序也是这个顺序 就是你存了两行进来 对吧 那我就可以按顺序把全部都读完 我把全部都读完了之后 我再什么 然后我再读取下一个 再读取下一行 我才需要什么 才需要产生缺页中断 才需要产生缺页中断 是吧 所以呢 这里我们是每两行 也是每读取两百个数据 我才需要一次缺页中断 我可以一次读取两百个数据 对吧 那如果我们是按列存储的话呢 我们什么 按列存储 你看到你要按行读取 你要先读取一个 一个两个 是吧 按列存储的话 你一次只能进来两列 相当于只能进来什么 只能进来一行的两个 一行的两个 是吧 比如说我先读取了一再读取了二 我要读取三的话 他不在页里面 我要读取三的话 他不在页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我要把另外两列又给掉进来 是吧 另外两列又给掉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是没两个数据 要中断一次 是吧 为什么两个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是吧 因为他是按行去读取的 他读完一二就要读三 但这个时候三不在内存里面 因为他是按断存储的 是吧 他掉进的是两列 他掉进去的是两列 看得没 按列存储的话 他掉进去的是两列 两列的话呢 但是他是按行读取的 所以他读取了一二之后 他要读三 但这个时候他没有三呢 没有三 是吧 没有三 没有三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只能抛弃其他的数据 把第三这一列掉进来 再把第四这一列掉进来 然后我就可以读取三和四了 我就可以读取三和四了 对吧 所以按列存储呢 但是每两个就要缺业一次 每两个就要缺业一次 好吧 好 这个题目我讲的已经够详细了 没有听懂的课后 听一下和这个回放 好吧 不过这个题目也不会 也不太可能会考 不太可能会考太老了 后面听一下回放啊 我讲的是很清楚的 好吧 很清楚的 然后现在也已经这个九点四十了啊 也超了很长时间 好吧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啊 这个到这里 好吧 下周开始报名啊 报名我们会在群里面通知的 好吧 这些都不用担心 什么报名考试都不用担心 好吧